字幕志愿者 电影里就饰演幼儿园园长 尽管范爷逃税风波后 戏份都被剪光 但这一部赤资35亿元的电影 还是无法直写宣告胎死腹中 大轰炸导演萧峰 17号在微博写到 再多的清白都难挡抹黑 只是可怜了养育八年的孩子 大轰炸 之后剧组也确认 影片取消上映 就有明觉透露 可能还是受翻面病影响 因为你把它删掉 大家看到的往显的时候 孩子真的想会想到 他就算没时间要联系 所以他就很难避免 那个中国这种方面 当然就必须要给民众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示范或者是处理的方式 网路上流传范冰冰 走出税务局 乘车离下的影片 卷入逃税风波的范冰冰 在身影135天后 15日在北京首都机场 首度现身 据传当时就是要前往高级饭店 找有力人士筹措 高达40亿元的罚款和补税 不过尽管风波渐渐平息 但出演的电影却不能上映 也让引领期盼的粉丝们 都大失所望 记者 孙瑜 学样发电台报导